嘉义市配合中央政府2025年落实飞和家园 推动前屋计划设置屋顶型太阳能发电 让家家户户加入再生能源生产行列 前屋计划最主要是希望说我们太阳能发展 要自己发电自己用 就是说我们不是卖给台电 我们是先在自家用完之后 有剩下的电再去卖给台电 同时我们也了解说太阳能光电 在设置的这样一个过程中 刚开始要负担的经费相当的大 所以会把系统业者他们结合进来 设置的部分还有后续维护的部分 整个都由系统业者来做处理 台湾日照时间长适合太阳能源发展 高雄市首创将现有铁皮屋顶改造为 太阳能光电屋顶的法令 云林县政府也推动政策 鼓励厂商在地层下线区 兴建太阳能光电厂 再生能源将会是未来能源政策 极为重要的一环 绿能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是跟传统能源不一样 就是它可以分三次 就是它是可以让民众一起参与在里面发电 所以我们会觉得民众怎么样加入 在这里面发电 这件事情政府好像还没有一个 很完整的机制跟政策设计出来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纳入足够的公民的参与跟讨论 以及就是你有没有提供各个县市政府必要的协助 来让各个县市政府可以推动能源转型 生产太阳能板原料时会产生肺沙浆 里头含有毒物质 太阳能电池制造过程层层产生污染 其中所花费的环境成本难以计数 除了注重能源转型 也需看见走向绿能的道路付出了多少代价 因为每一种能源它一定都不可能是零污染的 就大家必须要意识到这一点才是真的做到能源转型 还是可以连接到台湾全体的这个废弃物回收 跟这个污染群制的问题上来解决 就是它可能不单单只是太阳能板的问题而已 大型的事业废弃物一直都没有一个比较好的回收的机制 但我们觉得不管是哪一个做法 其实就现在在推行不管是能源局的政策 或者是各些是政府在推动太阳的政策 都必须要把这个中长期的规划一起纳入 中正义报 许文映 庄谦儒 嘉义士报道